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ER 我今天會跟大家做一次波波的開箱 這次的波波是一對日本運回來的選擇 事不宜遲 我開給大家看看今天的波波是怎樣的樣子 就是這個Gianbo 很多人都說了 那為什麼特別要開箱呢 其實這個選擇是在日本運回來的 給大家看看是一個Dexhi Den的選擇 而它也是一個宗教版 它的名字叫Gianbo Legacy 第3代 今天也會跟大家詳細去講一下波波的特別地方 以往的宗教版就用上了牛仔皮 今次的波波是用什麼質料呢 給大家看看這個牌子 他又說到 這些波波是用袋鼠皮的選擇 這個袋鼠皮看起來非常軟 跟貴版Legend的選擇基本上是一樣 鞋子上仍然用上一條條的紋理 可以增強大家踢球的球感 同時都可以鞋子上仍然用上 同時都可以鞋子上仍然用上 其實鞋子上仍然用上磨砂的質感 這個位置也會有 可以增強大家踢球的球感 給大家踢球的方向一篩 鞋子後面這個位置也有一個磨砂的狀況 外側也會有 這類波波跟Legend的分別 其實它沒有這件設計 但它沒有這件設計 但也會有Flywire的狀況 即是鞋子最高的這三個鞋子位 也有Flywire的狀況 其實大家只要鎖住它 基本上就有緊筋的狀況 鞋子用上兩邊都會有橡筋的狀況 兩邊都會有橡筋的狀況 就使鞋子就算你怎樣踢球也好 都會鞋固在中間的位置 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HG臉底 給大家鞋底是這樣的 其實它是一個圓釘 鞋釘的長度也夠短一點 我覺得鞋釘很適合香港的草地和房草地 原因很簡單 香港的草地都比較乾 鞋釘長的話也不太好插入草地 例如短釘還會更好 用一些插入草地 除此之外 為何鞋釘會適合香港的房草地 我先做個比較 來講這一對 這就是我喜歡的Vapor HM的選擇 鞋釘其實是箭嘴型的釘 其實這些釘在房草地上轉向 其實這些位置會令到腳的膠位壓力會增加 始終你在房草地上 鞋釘會放到一些膠地上 有時那個魔材力也強 用這個釘很容易因為這樣 而受傷的狀況 相反來說 這些是圓釘 其實圓的狀況就是減低 你跟膠粒的一種魔材 其實你轉向的時候 腳碗、膝蓋、鎖水下壓力會比較少 這對日本進的HG版本 是很適合我們香港人 因為鞋頭的位置相對會較為遠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適合中置附居的波遊 至於Size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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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偏大沒有偏小 大家買回正常Size就可以 至於說到最後 這個中價版的價錢 就是為港幣大約$1,000左右 對於季版來說 可能是1,600左右 才有價錢 是便宜到$100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便宜到$100 而沒有留到有袋書片 即是性價比分之高的一個選擇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Tiampo的宗教版 第三內 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的位置留言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那我也跟大家說 拜拜